43%代表女獵人打獵的能力 我們要怎麼去研究女獵人 到底打獵能力有多強呢 是不是他可以在野外solo單挑雄 現在我們都已經說了一樣的事情 在古代的社會 那裡是男人去獵 而不是女人 其實不是只有男人 那是唯一的男人去獵 就是不支援的證明 在2023年 西方媒體突然大肆報導一件事情 一篇人類性別學的研究結果發現 女人的生物天性在打獵方面 比男人更具有優勢 這項研究質疑遠古狩獵採集社會中 男性主要負責打獵 女性主要負責採集的性別分工論點 這一切的起因 是因為2023年發表的一篇 人類性別學的論文 這篇論文發現 過去的狩獵採集社會中 有79%的社會存在女獵人 並且33%的社會中 女獵人會獵捕大型獵物 這篇論文的結果開始被媒體拿來大作文章 台灣的媒體論壇也不例外 宣稱過去狩獵採集社會 並不存在所謂的性別分工 並且聲稱女人在打獵方面 比男人更加優秀 從來我們知道 那些女性是比較健康的技術 比較健康的技術 比男人更健康的技術 除此之外,西方覺醒女權也利用這篇論文的結果 來攻擊演化心理學這門學科 認為演化心理學有很多基礎理論是錯誤的 今天這個影片我們將細細的來拆解這篇論文的真實內容 且探討演化心理學家與生物人類學家如何深入研究這篇論文 拆穿其中的謊言,帶大家了解整件事情的真相 在一半之一,那些女主要 Seems大挑戰的論文 所以整個研究論文學科 這些研究研究研究用的研究都沒有在整個研究中 這就是完全100%被鑽了已經 這就是100%還有在她的身上 這就是個化學生的研究室 所以說說女主要是這麼做的 當男主要是100%的 有些人現在看了男主要是比較改善的 這是一個目標的把女性能測試女性能像女性 不必要把複雜的資料 有說話不讓人性威脅威脅 研究中的性格 實際上,妳的女性的目標是被不斷的 這意見就是不論詳情是不論點是對於政治的意義 远古时代是不是完全没有女猎人 我想任何正常人都不会下出这么偏激的结论 就算在过去 我也不认为大部分的学者会有这种看法 在一个生存都很困难的年代 不然有女人必须要去打猎来求生存 或者少数女人因为兴趣而出外打猎 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另外一件事情就值得讨论了 在远古时代狩猎采集的社会里 是否存在着性别分工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男人主要负责打猎的工作 而女人主要负责采集的工作 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著名书籍 Man the Hunter 描述了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 其中的性别分工观点 被许多学者和大众所接受 然而在2023年 Abigail Anderson等人发表了一篇名为 The Myth of Man the Hunter的论文 这篇论文声称 远古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中 存在着大量的女猎人 并试图推翻当时的性别分工的观点 他声称根据许多民族誌的文献 他发现逆时采集社会中有79%的社会 存在着女猎人 并且33%的社会中女猎人会猎捕大型动物 好 请记住这两个数字 79%和33% 这就是这篇论文引发媒体大作文章的数字 接下来我将带大家来看看这篇论文的细节 以及演化心理学家是如何揭穿这个谎言的 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些问题 我们应该要怎么衡量女猎人的存在 有多少女人打猎 她们是经常打猎吗 女人打猎的是小型动物还是大型动物 女人在狩猎过程中是占什么样的角色 是在一旁协助男人打猎 还是主导整个打猎活动 还有我们要怎么确定这些资讯来源是正确与客观的 过去又没有相机或是手机 我们是拿什么样的文献当作依据 首先我们来看看Anderson等人的论文 是怎么衡量女猎人的多寡 他其实不是去统计人数的方式来决定男女猎人的比例 而是透过统计过去狩猎采集社会里面 是否由女猎人来当作衡量的标准 只要这个社会过去曾经有文献描述到一个女猎人的活动 那么女猎人的样本就加一 你也许会问这个文献的来源是什么 如果我随便在台北街头上捡到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是天下无礼的亚马逊女战士 并且上周我列不到了恶龙 我想这样的文献显然是不会被列入研究的统计 因此这个文献的资料库来源 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性 什么是D-Place 它的全名是Database of Places, Languag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资料库 只在为研究者提供关于全球各地人类社会 语言、文化和环境的详细资讯 它的设计目的是促进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 帮助研究者分析和比较不同人类社会的特征 这个资料库可以包含各种文献资料与分类 在Anderson等人的女猎人论文当中 他使用了两个主要的文献资料库 一个是民族誌地图集 另一个是兵符德狩猎採击者资料库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一下 Anderson等人是怎么对这些文献资料做取样的 D Place中的民族誌地图集 和兵符德狩猎採击者资料库 包含了1415个人类社会的记录 在这1415个社会中 Anderson挑选出了391个狩猎採击社会 他的挑选方法是基于主观认定 认为这些社会应该更加分散在全球 而不是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 接着从这391个狩猎採击者社会中 挑选出文献记载最详尽的63个社会 最终Anderson表示在这63个社会中 有50个记载的女猎人的存在 这79%的数字就是这么来的 T.S.Anderson说明在这63个狩猎採击社会里面 有45个记载了猎物的大小 其中有15个被标记为猎捕大型动物 所以33%这个数字也就是这么来的 你也许会认为 哇靠!他们计算的不是女猎人的数量 而是只要一个狩猎採击社会中有记载女猎人的存在就加一 而有参与大型动物狩猎的女猎人就算作是有大型狩猎 这样的结论就能声称远古狩猎採击社会中女猎人大量存在 并否定性别风光的存在 其实事情还没有结束 其实连79%和33%这两个数字都是有问题的 首先吹响警钟的是演化心理学家Alex DataPsych 他在Empolia上面发表了一篇名为 The Myth of the Female Hunter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入检查了Anderson等人发表的论文 并发现其中的数据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当这出现时我直接通过了数据 我直接通过了所有的美国国家 我发现这些不是在线上的 很多时候是在原本的文章中的同样 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认为这些文章上是在Emporia上 然后有些人们也有更多的文章 他们最近有更多的文章 他指出Anderson在研究远古女猎人的过程中 并没有深入探讨女猎人打猎的频率 以及他们在打猎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否与男性相同 在Anderson的统计方法中 只要女性有母鱼的记载 就被认定这个社会有女猎了 接着Alex把这些考古文献的细节给翻出来 发现女性和儿童的打猎 通常以网猎小动物为主 即使参与大型狩猎 女性大部分的时候也是以辅助为主 比如说在中非的狩猎采集社会 班伯特 独舞网狩猎 是一种团体活动 男女都可以参加 选定地点后 男人会设置网 通常成狐线排列 以阻挡动物逃跑 妇女到位后开始驱赶动物 并间歇性的大喊 以惊动动物并向特地方向驱赶 动物被惊吓之后冲入网中 最近的男人会扑向并杀死动物 男女合作狩猎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在狩猎活动中 性别分工的现象仍然很明显 男性与女性会各自负责自己擅长的工作 Alex做了个简单的总结 假设用量化比较性别分工的程度 一表示没有分工 而四表示几乎完全分工的情况下 可以发现量化结果基本上都在二以上 也就是说所有的狩猎采集社会 在狩猎活动中 全部都会进行性别分工 在Alex Dickside开出第一枪之后 更多学者开始检验Anderson这篇论文的可信度 这次不仅仅是一个化线理学家 连生物人类学家也介入了 Vivik Dengkar-Karaman是一位生物学家 他在202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 《Women the Hunter》的论文 更加彻底检查了Anderson论文中的数据 发现其中存在太多舞弊与偏见 首先Vivik发现Anderson在取样狩猎采集社会的过程中 有很大的问题 Anderson这个从1415个人类社会 取样出391个狩猎采集社会的过程中 刻意把18个狩猎采集社会给排除在外 而这其中有9个明确说明女性不打猎 而另外9个社会仅提到男性打猎 并没有提到任何女性打猎的证据 除此之外 Vivik指出 很多时候她检查Anderson号称有女猎人的样本 Rumadu文献中并未提到女性参与打猎活动 只是提到使用女性的头发制作捕捉陷阱 但这也会被算进去女猎人的样本之中 可想而知这样的操作会排除很多没有女猎人的社会样本 缩小分布数字 并又含糊地描述作为女猎人存在的证据 从而增加女猎人比例的数字 还记得影片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数字吗 到目前为止 Vivik已经破解了Anderson说明有79%狩猎采集社会有女猎人的情形 老实说 这时候这个研究已经变得毫无可信度了 这些有偏见的数据就算再去研究出什么结果 也不能代表远古女猎人的真实情况 然而Vivik等人并没有就此停止 他继续指出Anderson声称有33%的女性 进行大型动物猎鼓的这个数字 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对于这两个数字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 79%代表女猎人的数量 而33%代表女猎人打猎的能力 然而我们要怎么去研究女猎人到底打猎能力有多强呢 是不是他可以在野外solo单雕雄 还是只是过去帮忙搬动物的尸体 这时候就牵扯到明珠字文本进行编码的情形 一开始我看到编码这个词实还有一些困惑 我以为是0101密码学之类的东西 毕竟我是软体工程师出生的 自然会想到那个方向 后来我才发现 这并不是密码学 这个编码其实就像是给资料下标签的意思 在Anderson等人的研究中 只做出了三个编码 小型狩猎 中型狩猎 以及大型狩猎 有可能会问 那怎么区分小型 中型 大型狩猎呢 是根据猎物的体积重量 还是猎捕行动的范围与规模 所以可以说这些分类都是他们的主观判断 Vivic批评了这种编码方法 例如在某个案例中 Anderson等人根据文献中描述打猎时 使用大棍子和砍刀 就直接将其认定为大型狩猎 这样的分类是根据武器种类来决定的 Vivic认为这样的编码有问题 因为使用的武器并不代表猎取的动物就是大型动物 这些武器同样可以用来杀死小型动物 基于这些情形 Vivic决定采用动物考古学 与古生物学中使用的标准界限 也就是猎物的重量当作编码规则 45公斤以下的称为中小型猎物 45公斤含以上的称为大型猎物 除此之外 Vivic针对打猎的频率做了编码 总共做了五个 没有女性打猎的证据 证据指出女性不打猎 证据指出女性偶尔会打猎 证据指出女性有时会打猎 证据指出女性经常会打猎 最后再和Anderson的研究做出交叉比对 以下就是比对出来的结果 Anderson等人声称有63个社会里面 有50个社会有女猎人 Vivic发现这50个社会中有16个女性 其实很少或从不打猎 Anderson声称女性参与大型猎物的17个社会中 Vivic研究这17个社会中 女性参与大型猎物的频率为以下 可以看出这声称女猎人 进行大型动物猎物的数据中 其实有近70%的女性并不打猎 或很少参与打猎 Anderson等人认为63个社会中有33% 参与大型打猎 最后Vivic检查出来只有14%而已 其实论文研究出现错误是很常见的事情 学术界学者推翻自己过去的研究并不稀奇 就像我在上个影片中 介绍演化心理学的时候提到的 演化心理学家也有过推翻自己过去研究的例子 推翻就推翻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科学研究就是不断纠缠过去的错误 持续发掘真理 然而 当Anderson等了这篇论文 被演化心理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抓包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這是一個基本的差異 從這次事件中可以看到 許多極左人是因為心靈百般論的意識形態 希望把現實扭轉成男女是完全相同的 無法接受男女之間的差異 這樣混淆誤導的資訊 會對我們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中帶來影響 現在有些人看到男人的代表是比較好 有些人的目標是證明女人能夠像男人 我覺得有個有趣的話題 所詳細的環境地感 我們種族地感和女人的感受 設定更有個創的女人 有很多古臉的ật実 老貴女人們多龐利 從做為寓 狐利的大量 為大量感受到大量? ze觸到男人的代表 為男男人眾所謂的取笑 可是為何沒分別分別的問題 為何無法留置女人的角度賦和男人的角度賦 其他人的信息是,在大多數目的判斷, 女性被判斷很強烈,在當時, 為何它發生了, 而是經常說, 如果你想要選擇, 你應該要帶我一個人的蝦, 或帶我一個人的判斷, 他們會把他們的判斷出, 然後會被判斷在當時, 那些是一種判斷的故事, 你不需要把資料推測, 到不斷推測, 那些人沒有性差別, 我沒有看見為何性差異性 是為了男人的視乎 例如 男人有更多的希望 為了男性的種類 為什麼是這問題的答案 是說女人的答案 是不一樣的 我沒有解釋為何是更正常的 或是更正常的 說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樣 了解我們身為人的價值式平等 同時你也尊重彼此的差異 在面對這個世界的挑戰的前提 我們需要盡可能的了解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 擁有足夠的知識後 才能為自己的人生制定更加適合的計畫與策略